露宿者最後晚餐行線中心禁關閉 有27年歷史 專為露宿者提供免費飯菜的 露宿者行動委員會在昨晚除夕解散 下午6時 60多個露宿者和20多個義工 將柏蘭街免費飯堂關閉 委員會幫這頓最後晚餐起足的名堂叫老少平安 預依人人都可以平安過新年 一晚幾天送我 因為我下午買松麻飯 即是新年願望希望他不要生著 對,不要生著 這個是幫了很多人,老人家一成 自從中心要關閉的報道出了 不少人都勸董事要三思 最後董事決定暫時遣散中心的職員 在1月26號傾重組的可行性 不用另一班等人幫的露宿者變成犧牲品 在這三個幾星期的真空期 義工仍然會繼續出錢出力 直到中心有決定為止